你前女友到底为什么离开你啊 真的是跟自己的前男友跑了 还是别的问题 不用再粉饰了 疑心重就是疑心重 不信任就是不信任 不爱上就是不爱上 何必一定要用这样的理由呢 女生 欺骗了就是欺骗了 没有什么原因和动因 我是觉得两个人如果有问题 咱们就就现在的问题说 不要把这个问题推向第三方 你们就是从来不正视自己的感情 你要不相信他就跟他分手 女生 一个连基本信任都不能给你的男人 我都不明白你还爱他什么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谷发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们在一起也这么久了 我把心里保证不会再欺骗你 我会再以这个为幌子去骗你 那你不觉得你的保证太多了吗 多少次了 是 是太多了 你不觉得我对你每一次信任 你最后都辜负了我的信任吗 爱情对我而言 你觉得我一个男的 按理说是吧 按古代词语感应该是挺甜蜜蜜的 我的天 我被前女友只塌了一次 我被你塌了无数次 我保证不会再骗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了 你来 你也想想 回去吧 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多句嘴啊 这次我怎么看你那么主动地就跑出来了 你是特怕失去这姑娘吗 我最后我还是想通了 我觉得我还是信任她一次吧 你别信任了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